日本竞艇遭炸弹威胁 赛事喊咖 香川县玩归市的日本竞艇场 发生主办单位收到恐吓电话 临时取消赛事的事件 这间位于玩归市的竞艇场 原在3月12日这天举办12场比赛 现场约有900多位观众到场 但在当天下午5点左右 主办单位接到一通不明男子打来的电话 男子在电话中提到 我在场内装了炸弹 7点将会引爆 主办单位立即通报警察 经协调后顾及观众的安全 临时取消了第7场以后的比赛 馆内广播通知观众 比赛遭人电话恐吓 在场1000多名观众及工作人员都急忙避难 随后警方也检查了场内 不过并未发现可疑物 也没有发生任何爆炸 警察目前依防害业务罪嫌进行调查 接下来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